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孟導體,我是阿牙 今天要來到開箱單元啦 次次要帶大家開箱的是INSTA 360 奇怪,觀眾朋友這時候就會說 你們之前不是已經出過兩支跟360相關的影片了嗎? 錯了 次次要帶大家介紹的是 燈啦 INSTA 360的新夥伴 與萊卡共同開發的1英寸感光元件 我們可以看到就外型上跟INSTA 360之前推出的其他鏡頭有很明顯的不同 像這個是INSTA 360的4K鏡頭 還有360度的5.7K鏡頭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1英寸感光元件它有一個圓形的大鏡頭 機身的部分一樣是使用方塊狀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為了方便讓你在拍攝過程中 如果有需要更換其他鏡頭的話 快速做拆解 在電池上面這邊有個卡順 我們只要往前推 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更換你現在需要使用到的鏡頭 這也是INSTA 360非常特別也非常厲害的地方喔 話說回來 這顆1英寸的感光元件到底厲害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就要邀請到MOTO7的攝影 楊楊來幫我們做介紹 我們歡迎楊楊 嗨我是MOTO7 編輯楊楊 感楊楊的這個企劃呢 你把INSTA 360這次推出的1英寸感光元件 還有其他鏡頭帶回去測試了幾天嗎?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顆鏡頭使用起來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這次是用的時候我先測試它的那個夜拍能力 那我覺得它確實是比起 因為我這次是帶了這顆鏡頭跟那個4K廣角鏡 這兩顆一起去比的 就是兩機同時開同時拍 像這邊我是去夜視的時候拍 夜視是夜晚然後比較亮的畫面嘛 那它在表現這些燈光啊這些細節還有顯色都比較接近真實 嗯然後應該蠻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像光暈啦也比較少 所以左邊這個畫面是用1英寸拍出來的畫面? 對 可以看出蠻明顯的 因為其實右邊這個是4K嘛 它夜拍的功能就有很多那種暈暈光暈的效果 嗯 對啊 再來我在夜拍我還有去那個公園測試 剛剛那個兩個我都是開ISO在400的狀態下 因為公園裡面是比較暗 所以我開到ISO3200是兩台機器的最大值 那我兩台機器拍下去的時候 可以看得很明顯就是 1寸感光元件那顆鏡頭拍出來 它的雜訊是比較少的 所以右邊這個畫面是用4K拍出來的 它的噪點就比較明顯 對 哇其實蠻明顯的差異 所以10寸感光元件確實在夜拍上表現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嗯 嗯 那楊楊你有幫大家做其他測試嗎 嗯 有 昨天我有帶這兩顆鏡頭到那個我們附近的公園去拍 拍出來的結果如果把畫面放大的話 你可以看見1寸感光元件拍出來的畫面是解析度比較高 然後它的細節也保留的比較多 只是我也發現一件事情是那個4K廣角鏡它在亮部保留的部分可以比較多 然後它的顯色也比較討喜 如果對於一般大家 不會說要一直到後製去調整很多細節 只是自己日常拍一拍啊 拍完可能就會直接就是PO上網跟大家分享的話 那我覺得 或許這一顆是比較適合你 因為你直接拍完你可能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對你不用特別 因為像另外一個另外一個這個雖然保留可能就是暗部細節比較多啊等等的 但是它可能顏色調整上 你還要再進到後製的軟體再調會比較好 就是你討整的空間比較大啊 你如果是自己會去後製很多內容的話 所以可以這麼說兩顆鏡頭它的優點不一樣 像1寸感光元件它是細膩度呈現的比較好 但是你要花稍微多一點的心思去做色彩上的調整 4K鏡頭的部分相較之下 跟1寸感光元件它的細膩度沒有那麼好 但是效果呈現起來比較漂亮 嗯就是比較算討喜啦我覺得 那楊楊這個10寸感光元件啊 還有什麼功能是你想要跟大家做個分享的嗎 喔這個10寸感光元件它有支援 在1080P的時候它可以拍120幀FPS的畫面 等一下那個我有問題 我知道1080P那個前面1080P是解析度的意思 但是你後面說那個120幀那個幀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在每一秒可以拍120個畫面 那我們通常一般影片是那個30個畫面 就是每一秒30個 所以它現在可以拍120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它放慢成0.25的速度去播放 就例如說假設你現在拍1秒 假設你拍一個畫面 一個1秒的影片好了 那它拍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就是放慢速度變成4秒 對然後它的畫面就是可以順暢的補這樣 4K廣場鏡它其實也有支援慢動作功能 那它慢動作功能的話 它是可以拍每秒有200幀的畫面 對所以其實它可以再放得更慢 那這兩個的慢動作的差別的話 就是一個當然1寸的話 它就是保留的細節比較多嘛 然後它的話就是你可以做得到 可以放得更慢 只是它的細節當然可能沒有像它的這麼多 所以這有點像是看你個人的需求 所以這個是你去取材的畫面嗎 對就是我這次去公園 然後拍了一些人在大籃球的畫面 可以大概說一下它們的差別 對它們的差別就是1寸的感光元件的話 它拍出來是細節可以比較多 像尤其是像這些比較暗部的細節 然後你就是一個樹啊 對對對 然後陰影啊 對然後這邊的話是 我用4K廣角鏡拍的 它可以放到更滿 只是說它的細節就沒有辦法 就比較像暗部可能就會失去細節 你看左右兩邊明明都是樹下 可是左邊用1寸拍出來的話 可以看出不同顆樹的黑頭髮 就有陰影的地方 但是在用4K拍起來的話 我只看到就是在樹這邊 它是一坨黑黑的 我看不到它的遠鏡 對對對 就是比較細節比較沒辦法那麼多 在暗部的時候 對但是它可以放比較慢 如果你想要 你不在乎這些細節 你想要的是想要放得很慢的這個效果的話 那你或許可以選擇4K廣角鏡 但如果你想要畫面都更加細緻 然後只是想要有一些慢動作的話 那你可以用1寸趕快元件去拍 嗯 那麼你覺得 我們自己身為車媒啊 這些功能 就是1寸趕快元件的功能 哪些地方可以讓我們下去做運用 我們自己的話 應該是在我們拍車室內的時候可以用 因為我們在拍車室內是比較下載又比較暗的 對 然後如果像有時候我們試車啊 我們可能會去跑一些 就是如果有經過隧道或什麼 如果放在裡面的話 或許車室內就可以拍得比較清晰這樣 然後它又可以 就是有光教的功能讓下載的車室可以都拍進去 嗯 了解 阿楊楊有幫我們介紹到這個1寸趕快元件的三個特點 第一個分別是它的夜拍效果很好嘛 第二個是它的解析度呢達到5.3K 表現的算蠻漂亮的 另外呢還有支援4倍的慢動作 那我們這三個特點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我自己的話是夜拍吧 因為它確實是可以保留比較多細節在夜拍 而且我覺得以這種小的運動攝影機來說 我覺得算是做的還不錯 畢竟它有一寸趕快元件就是一個 那個硬體上的優勢這樣 對然後它的 它的在夜拍的時候 然後即便我開到最大的ISO 它的噪點也是很低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點 嗯 了解 好啦謝謝楊楊這次帶給我們的分享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幫大家做 INSA360 1英吋感光元件的開箱以及測試影片 資訊欄外呢都會放INSA360的相關連結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都可以點擊做選購 或是資訊上的參考喔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按讚訂閱分享並打開小鈴鐺 我是楊楊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 你可以先打招呼 喔 指尖喔 對對對 嗨 就這樣嗎 你不是說直接打招呼 我是楊楊 你是這個意思 我以為你說你直接打招呼就好 這個可以放花絮 這個可以放花絮 對對對